陳寶老師 我之前看到有個網友在留言提到什麼黑天鵝 股市裡的黑天鵝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OK 股市的黑天鵝其實它就是 突發性的利空跟想像不到的利空 所以說其實最近有很多標題都嚇錯了 他們就會說 這個升息啦 或者是說可能要降息 但是可能又沒有降息之類的 或是說什麼地緣政治 然後要戰爭之類的 他們說這些可能是未來的黑天鵝 但是我說光講這些話就錯了 因為什麼叫黑天鵝 就是你根本想像不到那件事情會發生 那才叫黑天鵝 譬如說2008年那個時候的金融海嘯 沒有人想到雷曼兄弟會倒 沒有人想到100年以上的公司會倒 結果它突然倒了 OK 這就是所謂的黑天鵝 就好像譬如說假設 倒說只是假設這應該不會發生 但是我說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它不會發生 如果真的發生了台積電突然倒了 突然台積電董事長偷空台積電 OK 這就是黑天鵝